最近由于天气太热,吃流体食物又比较多,以至于对肉类颇受感冒,可炎炎夏日,怎么吃肉才更开胃呢? 突然觉得自己好久没做韩国泡菜蜜汁五花肉卷了,老公也觉得不错,呵呵那就来这道菜吧。 韩国泡菜蜜汁五花肉卷,辛辣中带着酸酸甜甜的滋味,还肥而不腻,沁着丝丝甜辣香味。 美味开胃,非常下饭,让人禁不住要多添碗米饭,大家不妨也来尝尝,韩国泡菜蜜汁五花肉卷的做法不重。 1.把买回来的五花肉洗净,放进烧开水的锅里,加入姜,八角,在清水里煮30分钟。 2.把买回的韩国泡菜切片,用一个乐厚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,保鲜纳一层冰一下。 3.把煮好的五花肉出去盛盘,沥干水备用。 4.热锅热油,放入煮好的五花肉,注意猪皮一面放进油锅里,把猪皮的一面煎成金黄。 5.在煎的过程中适当地把五花肉立起来,使其更好的把五花肉两边的部分猪油煎出来,这样到时候吃起来才肥而不腻。 6.把煎好的五花肉盛盘带凉,把锅里煎出来多余的油倒出一点,留一点在锅里备用。 7.将五花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肉片。 8.把起烤的五花肉放进刚才的煎锅里,大火烧热,倒入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蒜片、姜片。 盖上锅盖中火焖一分钟,使其爆出香味。 9.打开锅盖,加入适量高汤,开始煮五花肉的汤、泡油、糖、佐料、精盐。 10.加上公开小火门15分钟,使其更加充分入味。 再打开锅盖,加入适量鸡精、胡椒粉、香油,转为大火,使其充分收汁。 10.从冰箱取出韩国泡菜铺平在盘子里,放上密制好的五花肉片。 11.然后用韩国泡菜将密制五花肉包裹成卷。 12.取出喜庆的一根香菜,放在韩国泡菜密制五花肉圈下面。 13.把香菜的两头细上即可。 14.一道甜辣香味,肥而不腻,荤素搭配的层层美味,是不是很让您纯脂流香呀?